穿着黑色泳衣的翠花 从泳池一跃而出 胸前的傲人资本令她苦恼不已 毕竟总被人围观的感觉并不舒服 酒店服务员二狗盯着那两团美好 忍不住口水直流 翠花做作的命令二狗给她涂房晒霜 二狗一天还有着好事呢 立刻跪在地上伸出大株蹄子 在翠花后尾一通乱摸 摸着摸着竟然不小心解开了翠花的泳衣袋 吓得翠花失声尖叫花弄狮子 二狗这才笑嘻嘻地表明身份 原来她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光定娃娃 别看翠花现在腰弱腹瘤 以前却是个正经的土妞 但翠花遇到了身为整容医生的丈夫阿东 在阿东鬼斧神功的切割之下 翠花才拥有了如今的魔鬼身材 阿东医术精湛 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可她却视赌卢命 而且逢赌必输 如今欠下一屁股债 高利贷天天堵着阿东还钱 阿东走投无路之下 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她勒索大明星佩儿到酒店见面 否则就把佩儿整容的事情说出去 阿东是佩儿的整容医生 手里有佩儿整容前的照片 佩儿不想人设崩塌 只能乖乖赶来 可佩儿不敢走正门 只能从后门偷偷溜进酒地 收到佩儿到达的短信后 阿东准备出门收钱 可翠花一直拦着她缠绵 阿东此时可没心情风花雪月 喝下翠花精心准备的红酒后 就匆匆忙忙走出房门 可是阿东并不知道 翠花在酒里做了手脚 原来翠花已经厌倦做阿东的玩意 她伙同情夫打算先把阿东灌醉 然后塞进浴缸伪装成酒后逆忙 没想到阿东居然溜了 这可如何是好 阿东喝下混有安眠药的红酒后 醉得不省人事 被好些人送回房间 而佩儿在约定地点 看到开着豪车的二狗 误以为二狗就是勒索她的人 二话不说就坐到副驾驶 去安静的地方 二狗都蒙了 她不过是替客人停车 怎么就大明星到天了 可是佩儿不容二狗拒绝 一把抓住二狗的小兄弟 疼得二狗字牙咧嘴 只好忍痛将车开到偏僻的郊区 佩儿质问二狗要多少钱 才能赎回照片 二狗更猛 这都哪个哪 佩儿以为二狗坐地起家 从手提包里拿出菜刀 就是一顿乱看 可佩儿即使疯癫也是个女人 二狗即使窝囊也是个男人 两人一番思打 以护耗头发搞中 佩儿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认错了人 他撒娇卖萌养求二狗帮他找出阿公 二狗刚开始并不愿意 但佩儿答应事成之后 就把自己居住的总统套房 让给二狗 一间总统套房而已 二狗居然心动了 他想要的真的这么简单 佩儿感觉客厅怪怪的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强烈的第六感令他不安 佩儿抬头看下屋顶 眼前的一幕令他瞳孔放大 今天是二狗的新婚之戏 可是婚礼还没结束 二狗就被万乐的酒店经理喊来加万 二狗一百个不情愿 可是经理准许二狗拿婚价 换取总统套房的使用权 二狗是个穷光感 根本没钱带妻子度蜜月 为了给妻子一个浪漫的回忆 二狗甘愿为五斗米折腰 可是大明星派尔居然住进总统套房 经理建立妄议不承认自己对二狗的许诺 并唤心眼的让二狗自己找派尔换房间 二狗不愿意委屈妻子 于是找到派尔协商 派尔刚好需要一个帮手 于是答应二狗 只要二狗帮他找到阿东 他就把总统套房让给二狗 二狗在酒店前台的登记信息里 查到阿东的电话 很快就锁定阿东的房间号码 而此时的阿东正面临性命之忧 妻子翠花伙同情夫 要将他杀人灭口 然后继承他的蚂蚁花呗 情夫让翠花离开房间 制造不在场证明 而他将会把喝醉的阿东扔下阳台 伪造成失足坠楼的样子 就在关键时刻 阿东及时醒来 他吓得魂飞魄散 挣扎间不小心跌下楼 竟掉到楼下的阳台上 情夫气得垂胸顿足 气急败坏地打开房门 准备逃离现场 没想到二狗和派尔正站在门口 二狗还没来得及说话 躲在他身后的派尔 突然扔出一把小斧子 果然 果然黄蜂尾上针 罪毒妇人心 二狗被吓得瓦瓦直吐 派尔却淡定地 关上房门走进房间 原来派尔把情夫 当成了勒索他的人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杀人灭口回尸灭尽 也不知道派尔 从哪里摸出来的手枪 枪口对着二狗 二狗吓得停下 拨打报警电话的双手 乖乖跑去清理现场 不仅如此 派尔还把小斧头扔到二狗身上 二狗下意识地接过小斧头 派尔趁机拍下照片 并威胁二狗如果敢报警 他就把照片交给警察 到时候他们两个 都没有好果子吃 此时没有死头的情夫 突然诈尸 他的身体被床单包裹 导致他看不清眼前的路 只知道挣扎逃命 没想到竟从阳台 坠落一面模糊 他本想把阿东扔下阳台 没想到自己 却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二狗趴在阳台向下张望 这一幕刚好被路人看见 这下二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这个猥琐的男人 生动而形象地为我们展示 什么叫做不做死就不会死 大明星派尔要赶去机场 酒店经理凑上去献殷勤 非要帮着林邦 没想到居然在派尔的手提包裹 发现一把带血的小斧头 派尔已经杀死一个人 再杀一个也无所谓 派尔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把二狗拿着小斧头的照片 公之于众 又有路人帮他作证 二狗成了警方头号嫌疑犯 这时阿东也悠悠醒来 他本想溜之大击 可刚走到酒店门口 就遇到高丽带来催战 他被强行带走惨遭夺挡 高丽带开走阿东紧上的好车 并威胁他明天不还钱就废了他 阿东没办法 只好再给派尔打电话勒索 派尔这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 为了不让自己整容的事情曝光 派尔只好再次返回酒店 可关键时刻 他的跑车居然抛锚了 派尔站在路边缆车 刚巧二狗的妻子开车路过 好心载他一程 不知为何派尔一直不敢 正视二狗气的目光 二狗气也没有多想 只是觉得派尔身上的纹身 与好朋友菲菲很像 菲菲曾是派尔的助理 他偷偷爱慕派尔的未婚夫 但菲菲自知配不上未婚夫 所以从未表白 只是将未婚夫的名字文 在身上作为纪念 后来派尔诬陷菲偷东西 菲菲一怒之下花光钱财 整容成派尔的样子 他将真正的派尔软禁在别墅 打算自己去冒充大明星 然后和未婚夫结婚 没想到美梦还没有实现 就接到阿东的勒索电话 菲菲返回酒店见到阿东 二话不说拿出小斧子就看 阿东吓得腿软 无意识地猛踩油门 汽车像无头的苍蝇一样 四处乱窜 二狗为了躲避警察的 追捕刚强 也躲在车里 三人在车内抢来抢去 不幸引发车祸 阿东前没拿到 还差点把命丢了 经历过生死之后 反而大车大悟 只有菲菲还在执迷不悟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是美艳的大明星佩尔 还是可怜的小主理菲菲 菲菲被关进精神病音乐 真正的陪儿借此炒作 狠狠蹭了一波热度 翠花被抓捕归案 二狗如愿以偿地 住进总统套房 这场闹剧走向尾声 蜜月酒店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 由韩国导演张哲珠指导 或许是水土不服的原因 这部影片的水准差强人命 开篇几分钟悬疑 惊悚的氛围做得挺到位 之后进入正片故事叙述时 影片风格就莫名其妙地 来个180度大转弯 演员们如神经之一般的 抽风式表演 层出不穷的包满天飞 所有角色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全靠张静出的美貌硬称 也是回天乏术 有友们觉得这部影片如何呢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